你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Watercraft主题是什么吗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Watercraft花园的Jam 我们现在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世界上用户量最多的Watercraft主题是什么 很多人会说是Everda 但其实不是 那只是主题森林中排名第一的主题 真正用户量最广泛的是一个叫做DIVI的主题 DIVIDIVI主题 他为什么不在主题森林中 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效量已经非常大了 他已经不需要 去在主题森林这样子的第三方 主题出售平台中展现自己的这个产品了 因为他的知名度非常强 很多人会直接在他们的官网上去购买DIVI主题 比如说我们Watercraft官网 他有个页面中 就是可以直接去购买正版DIVI主题 到他们官网中去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DIVI主题这么流行 那么热门呢 我们从六个角度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DIVI主题它是世界上用户量最多 开发者最多的一个主题 人多力量大 所以一旦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有任何bug 都会有很多技术人员及时去修复 去处理 他们的社区也是非常活跃的 所以如果你用DIVI主题的话 你其实一下子会有大群自同道合的小伙伴 那么第二点 用DIVI主题来做Watercraft网站 你不用写任何一个代码 你可以用它可视化拖转的功能 即便是新手小白 稍微有一点点美术基础 就可以在不求任何人 不写任何代码情况下 搭建一个漂亮美观高大上的Watercraft网站 第三 DIVI主题的底层代码优化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用DIVI主题做的网站 访问速度很快 而且它的安全系统非常高 就即便是在不加任何缓存 或者是DN的情况下 打开DIVI主题做的Watercraft网站 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第四点就是价格方面 DIVI主题的license 或者说叫做安全码 你一旦买了一个之后 你可以在很多网站上激活 虽然DIVI主题看起来200多美金 会比其他主题更加贵 但是就像Avatar或者说Bridge 的7这样主题 你每一个主题基本上50美金 一个你买完之后 你只能在一个网站上激活 但是DIVI主题 你买完之后 你可以在无数个网站上激活 像DIVI主题的网站就写unlimited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做网站 数量比较多的可以考虑是DIVI主题 第五点也是很多主题 做不到点就是DIVI主题 它有很多预设的精美模板 将近100多个各个行业都有 我们在之后的教程中会 跟大家一分析DIVI主题 中可以直接拿来就用的一线 现成的主题模板 用这些精美的模板 直接省下来你去请设计师 帮你设计这设计那这种 繁琐的步骤 第六点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DIVI主题的客服 在线客服和售后服务是非常快的 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在DIVI主题官网上面的右下角 你就给聊天窗提交问题 基本上半天之内 甚至一天之内 就可以有人给你回复了 相比其他什么Avatar Thinforry上其他主题 他们那个客服很可能两三天 或者说都不会给你回复 这个就是背后的人员团队之间的差别了 人越多的东西 他给你的这个回复就越快 那像以前比如说国人开发主题 那些只有一个人 当然读到开发这样那种主题 他们给你回复 可能一天半天都不给你回复 你问问题问多了 甚至他还会把你拉黑呢 所以说DIVI主题是那些 想要严肃发展海外事业 做很多个Waterpress站点的一些 妈妈企业组的最好选择 当然你具体的话 你可以去登陆DIVI主题的官网 如果说你不知道他们的官网什么的话 通过我们自己Waterpress的官网上面的一个链接 可以跳进去看一看 眼见为时 那么关注我们Waterpress花园 定期会分享一些Waterpress有用的相关 这些小技巧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